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100社Q&A 我是Valia 我相信廚房裝修也是大家非常在意的部分 那一個實用的廚房要如何挑選材質以及規劃動線呢 預算應該又要怎麼評估呢 今天我們就請到了海德威國際的負責人Kevin 來跟我們聊聊如何挑選廚具系統 幫我們歡迎Kevin Hello 大家好 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們 我們每個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五點鐘 固定的照片提供更多的裝修小知識給你 是不是一開始可以先請Kevin跟我們聊一下 一般民眾挑選廚具系統 遇到最大的問題跟障礙會是什麼呢 是 通常會比較在意 是不是在他的預算內能夠買到一套好廚具 那材質方面的話 在意的是好不好清潔好不好維護 然後再來就是會不會有刮傷啊 吃色的問題 面板上面我們通常會比較推薦 像美奈板 結晶鋼烤 陶瓷烤漆這類的材質會比較好照顧 那檯面的話一般是分兩種材質 一個是人造石 一個是石英石 那人造石的話 它的成分是壓克力素質做成的 價位比較平民 然後再來說它可塑性比較強 像遇到L型啊 摸字型廚房 它可以到達無接縫的處理 缺點的話就是說它比較容易吃色 那再來講的是石英石它的成分是天然石英礦跟聚合素質做成 那石英石它的優點的話是硬度比較硬 它的缺點就是說它遇到像L型啊摸字型廚房的話 比較容易會有產生接縫這樣子 明白 那像現在有蠻多就是一匹成型的人造石台面跟水槽 請問您這邊推薦嗎 在實際使用上會不會遇到一些狀況呢 是 人造石本身會吃色 會有刮傷的狀況 所以我比較不推薦人造石水槽 好 那我們如果喜歡有別於不鏽鋼水槽的材質 我可以推薦像花鋼鹽水槽 它硬度比較高比較耐用 那如果比較在意水槽要一致性的話 可以採用不鏽鋼檯面跟不鏽鋼水槽做焊接 這樣可以達到一體成型的效果 明白 那我們回到就是消費者真的想要從頭開始挑一套屬於自己的儲具 可能要從使用習慣來思考囉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有沒有一些基本的一個選購的一個思維邏輯呢 是 通常我們以廚房檯面來講的話 高度離地大概86公分為基礎 比如說男主人身高是180公分 女主人160公分 那我們會詢問說誰是主要的使用者 以他為主來做2至8公分的調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男主人跟女主人使用的身高抓一個平均值 其實也不一定能夠這麼精準 以主要使用者為主 再來呢 是 再來就是說我們在使用廚房的頻率 我主要我們就是以輕時注重外觀 廚房的外型為主 如果說是使用頻率比較高的 通常我們會詢問他的一些收納配備 通常家電這樣做建議 了解還有嗎 像我們常看到的廚房的收納來講 那上櫃的話使用成板的設計 搭配收納欄 能讓收納量最大化 釋放於不常用的備品這樣子 那下拉式的拉欄雖然增加上櫃的使用率 但是收納的空間有限 如果是大量收納的話 比較不建議上櫃都裝下拉式拉欄 可以選用1、2個下拉式拉欄方便備品的拿取 那底櫃的話 因為深度比較深 只設計成板的話容易堆積物品 比較難拿取 建議可以使用抽屜 或者結合一些收納配件 能妥善的螢幕了然這樣子 那水槽櫃的話 我們通常比較建議做開門的方式 因為水槽櫃裡面會有一些濾水器跟水管的位置 所以說我們通常會比較建議做開門 以後方便更換濾芯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針對櫃體的設計 也不一定真的要做好做滿 可能未來在使用規劃上會更好使用 是是是 明白 那廚房的話 通常我們會詢問消費者家電的尺寸規格 跟型號要給我們 比如說像電鍋 氣炸鍋 果汁機 咖啡機等等 在規劃調理區的時候 我們會配置插座 電線預留 一起涵蓋收納的部分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我們通常會依消費者您的預算 來給你做一個指引 像湊圓機瓦斯爐 比如說洗碗機烘碗機這些等等 剩下的部分是做檯面跟櫃體 這樣來做整體評估會比較好 了解 就是說剛剛分享這麼多的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你要先選三機跟家電 這樣的一個三機跟家電預算抓起來之後呢 我們剩下的錢就來是做配件跟板材的一個選擇了 是的 剛剛分享的步驟接下來就要進到到底大家要怎麼選 可以請跟我們分享一下進口廚具跟國產廚具 它在面材跟預算上會有一些差異嗎 使用機能上的話 只要是動線符合用戶的需求 應該都不會差異太大 那日系品牌往往注重的是收納性跟機能性 適合需要大量收納 廚房空間有限的屋主 大概我們要準備50到80萬以上的預算 歐洲廚具的話 它強調的是一個流線跟現代感 比較適合大坪樹的客群 一套廚具下來大概會上百萬 那以國產品牌 它可以結合日系的收納設計 像是竹圓抽 外觀也能效法像歐美的設計美學 CP值的話會比較高 一般在設計大概8到15萬就可以做起來 那連鎖國產廚具 優點是全省的分店很多 有問題呢可以即時服務 但是會跟著每一間店的品質有所不一樣 所以選店的時候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海德威廚具的話 是在各個電器廠牌我們都有做簽約服務 再來就是我們服務對象主要是設計師 那廚具規劃會以設計師的喜好方向為主 兼顧美改品質與機能 也會要求公班的安裝品質 大部分都很流行開放式廚房啦 如果是針對你要設計開放式廚房的話 有沒有要注意的地方呢 開放式廚房多少都還是會有一些味道的問題 建議還是做一個活動式門板來做阻擋 那櫥櫃門板的選擇 我們大部分會採用美奈板或者是結晶鋼烤 陶瓷烤漆等等這些抗污好清潔的材質 那如果是L型廚房的下櫃一定都有一些轉角處嘛 這個轉角處可能都會使用什麼怪物五金 這種東西使用嗎您推薦嗎 我個人不是很建議使用怪物五金啦 因為一來的話五金會佔掉收納空間 二來是在於打掃上面的話也不是很好整理 那如果是東西掉到深處的話 因為五金的關係也會很難拿到這樣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不如設置對開門 這樣子比較好放 對開門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搭配一些比如說收納盒 做一個分類這樣子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原來這樣反而是比較好用的了解 那我們有看過這個日系廚房把轉角設定成推車這個實用嗎 推車功能的話其實它是便利說我們在角落不好拿的地方 可以直接拉出來可以取用 但是其實邊邊小角我們還是要思考它的機靈空間式的使用率 但每個品牌每個品牌的特色這樣子 再來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現在蠻多的五金設施其中有一個叫做拍拍手啦 聽說都會有這種使用疲乏的問題 這部分你推薦使用嗎 還是說其實它是有些眉膏在的 是拍拍手的確是耗材 不過遇到彈性疲乏問題 其實也可以稍微轉動前面的前端的零件 來延長它的使用期限 那我想正在規劃家中整體設計的話 可能覺得說啊櫃體廚房可能都差不多 我直接請木工來處理就好了 這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木工的話因為木工使用的材質跟廚房畢竟還是不同 那我們系統廚具來講 它的面材是經過像碩盒板 它有一個抗污性跟系統化的規格 比如說消費者它有一些機器要融入 像坎門式的機種烤箱啦 或者是說洗碗機 它要融入到櫃體裡面 這個木工可能就比較難以達到 那這系統廚具出廠前就可以完成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這個Kevin 為我們解答這麼多關於系統廚具的一些方向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開小鈴鐺並分享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裝修內容 可以下載我們100宣傳設計APP 那我們謝謝Kevin 謝謝 那我們100宣傳設計APP 下次見拜拜 拜拜